再往下就是值的替换 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替换了一个 举这个例子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yes替换成了1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去替换 比如说采购情况2021 这是我们的外值 那么的外值呢 最终还是一样 进模型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一采购和未采购 替换成1和0 那么在这一步呢 我们先回来 用同样的上面的这个replace的方式 我们首先把 采购情况2021给它复制下来 等于采购情况2021 然后.replace 我们要把谁替换成1呢 是已采购对吧 已采购 替换成1 然后我们继续再加一个replace 然后把未采购替换成0 好运行 运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一采购 未采购 已经被替换成了1和0 好 那么这一步呢 是数据的替换 值的替换 完成了值的替换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就会用 Mapplotlib来去做可视化的这个图表 来去查看我们当前得到的数据的分布情况 那么我们来去做两个不同的图 为例哈 一个呢是报告的订阅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画了一个直方图 来看不同的订阅人数区间对应的订阅人数 那么在这张图上面我们就可以去观察 大致订阅人数会在哪一个范围之内 然后呢 右边呢 我们是去看不同的行业对应的采购人数是有多少 那么这两个呢 我们会去作为案例 给大家去制图 以及给大家展示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数据的查看 它对我们数据处理有什么样的帮助 首先我们来先把包导进来哈 导包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规则 我们放到最前面去做导包啊 import mataplotlib.pyplot splt 然后呢 我们把mataplotlib notebook 输入进来 然后呢 我们的字体的设置 rc parat s s 等于 aeril unicode ms 好 我们运行 运行结束之后呢 我们开始进入制图的过程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希望去查看的是 比如说订阅人数的一个大致的分布情况 那首先呢 我们在这里再交给大家一个新的函数呢 就是我们如果想得到列的列名 我们有时候为了方便 我们会直接用columns去 相当于输出每一列的列名 这样的话 我们再去复制粘贴列名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 首先呢 我们来以订阅人数为例 我们来去做一个直方图 来查看一下数据分布情况 那首先是创建画板 然后呢 是创建一个灰图区 好 然后呢 我们来去绘制一个直方图 hist啊 那x呢 就应该等于client点订阅人数 啊 然后我们要分分几个beams呢 分假设20个 然后呢 color我可以定义一个 blure steel blue 然后 外边框也可以给他一个 这都是我提前试好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哈 在这里就直接用了 好 然后呢 那我们再给他xlabel和ylabel 叫做订阅订阅人数区间 这个ylabel呢 叫做订阅人数 我们最后呢 再给他一个title 这个图叫啥名字呢 这个报告订阅情况 好 好 我们来输出一下 好 这张图里我们就可以发现呢 订阅人数区间 在0到2500之间 然后呢 基本上都集中在靠近0的位置 对吧 那 当大家看到这样的数据的时候 第一反应该是什么呢 之所以我们的横坐标 能够达到2500 就意味着确实有 咱们讲集值或离群点 它分布在大概2000多的这个位置 所以才会导致当前这个数据的情况 好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sense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图 我们做图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查看数据情况 发现一些比如说离群点 这样的情况去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那么在这里呢 假设我就想看大多数数据分布的位置 是一个什么分布情况 因为现在我们其实看不到说 比如说这0到第一个点 这个柱子它的范围是多少 所以我可以把它降低一些 怎么降低呢 首先我们去查看一下 比如说订阅人数 大于10个我看看啊 大于10个有675行 那么我们一共有3000多行吗 然后675行是在10以上 那这已经是很小了哈 我们再往上看一看 比如说大于70呢 就112行了对吧 说明那基本上0到70之间吧 不会超过这个范围 嗯 那么我假设我们就以70为例啊 我们就看订阅人数在70以内的分布情况 我们把它复制一遍 放下来 好 那么我现在呢 相当于我70以内的话 我就需要做一件事情 我给它 比如说新创建一个一组数 把他拿下来 我们只取70以内的这些数据 对吧 运行之后呢 那我们在这里 嗯 用的数据就变成了sub new 好 我们来运行下看看结果 那这个就看得很清楚了 对吧 我们看 基本上是0到3是最多的 然后3到大概6和7的样子 是4只 然后以此类推 我们发现基本上 这个报告人 各个订阅人数区间的报告订阅情况 就很清楚了 对吧 好 这是一个例子啊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 我们来看 如果我想看每个行业的订阅人数 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异 那应该怎么做呢 啊 很简单啊 我们首先呢 去创建一个新的变量 比如说industry和订阅人数 比如说sub 啊 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把客户所在行 行业我们翻上去啊 嗯 哎 这里我们直接复制就好了 嗯 客户所在行业和订阅人数 客户所在行业 哎 和订阅人数 把它单独放在一个 嗯 这个叫industry subscription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变量里 放进这个变量里面呢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需要通过group by分组计算 然后去计算每个行业对应的订阅人数有多少 当前我们拿出来的这个结果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会有很多重复的行业 因为我们只是单纯的把行全部拿出来了嘛 对吧 这样呢大家会发现你看建筑业啊教育业啊都有啊 然后金融业啊都有重复 那我们要去根据行业为key 然后去计算每个行业的订阅人数怎么做呢 我们来输入一下group by 啊 key呢是客户所处行业 点啊 没有点啊 然后订阅人数 点sum 点resetindex 我们将它保存到 就还是它本身吧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结果哈 好 现在结果呢就是我们看到每一个行业对应的啊 订阅人数都已经给我们计算出来了 好 计算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图了哈 做图我们先把前面设置给它复制过来 我们就不打字了 好下一步呢 我们定一下x是谁呢 x是 我们要画一个折线图嘛 画一个折线图横坐标x就是客户所处的行业 y呢就是定人数 好定义好xy之后呢 我们来画图 x y 然后color我们当于red 嗯 marker也给它加上 这都是我们之前学习的哈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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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写更多的了 然后呢 我们给它 变成90度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rotation等于90的 我们把横坐标的行业 因为它字很长嘛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旋转90度的结果 这样会看的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呢 x label 给它加上是行业 然后y label 加上是订阅人数 然后呢 title 加上各行业客户订阅人数 好 我们来画下这个图啊 好 这里呢 我们就得到了每个行业对应的 订阅人数 你就发现教育是非常多的 包括建筑业也很多 金融业也很多 对吧 还有哪些是少的 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做查看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用这两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如何去通过可视化来观察数据的分布情况